目前在绽放瑜伽工作室和健身房担任瑜伽老师的刘芝燕指出 大学四年他在许鸿玉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他的运动专场乘杆跳 也在全大运等赛事获得了好成绩 另一方面运建系徐伟珍老师的瑜伽课程开启他对瑜伽教学的兴趣 因此他大肆实习和毕业就选择往瑜伽来发展 在我大一就是刚还没进来的时候 就是有知道这边有一些就是撑干跳的这个项目 然后刚好有教练也可以带我 所以我就进来大业然后跟着许教练一起练习 然后在大学四年我也是有在参加全大运 然后比赛对那在这四年当中也是都有得金牌 然后也可以也获得到大业的奖学金 就是也帮我补贴满多我的生活费 然后在大二的时候我就上了系上 伟珍老师的瑜伽课 然后我就对瑜伽很感兴趣 大三开始立定目标要赴美国读书 虽然受疫情影响延后留学的计划 但今年在系上师长辅导下 顺利申请到美国百大名校 钢萨加大学 将在八月前往美国公读运动管理学系的硕士 在大三下的时候 因为我就一直很向往去国外念书 然后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确定 我想要去美国读研究所这样 所以也是在系上老师 三倍老师的帮忙下 我们我就是刚好今年 因为中间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是先休息暂停 然后今年就申请到了 美国千百大 Gonzaga University的运动管理系 他很感谢大爱运建系 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让他在大学阶段 不只是快乐的学习 还能一步一步往自己的人生目标来迈进 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大爱人新闻 刘新校采访报道